剛剛我們說隨機變數是個函數 這個意思其實是很不容易理解 假如我們用範例來看會比較清楚 投一個銅板正面如果我們認為正面被印刷到1 反面會被印刷到0 那這樣的話呢 s就把正面印刷到1 反面印刷到0 這樣s是個隨機變數 所以它是個函數 然後呢 再看一個例子 如果我們投兩個銅板 我們另一個隨機變數是把這個 這個兩個銅板的這個樣的空間呢 印刷到正面的次數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另一個叫s2這個隨機變數 它把定義率呢 就是s2 s2是兩個銅板的樣的空間 兩個銅板的樣的空間 有幾種可能的形式呢 就是4種 3個銅板的樣的空間只有6種分 4個銅板就是 不對3個銅板就是6種 8種 8種分 8種分 4個銅板的話就是16種分 所以變成2的4種分 好 那這兩個銅板呢 只有4種分 那這四種裡面呢 我們如果想要定義它是正面的次數 那應該正不正的話是2 然後正板的話是1 反正也是1 反正板的話是1 那如果這個銅板是公正的 那請問正不正的機率很短 也就是s2等於2的機率 公正的話 這個是4分之1 然後反反也是4分之1 那正板也是4分之1 反正也是4分之1 但是我說s2等於1的機位 p ofs2等於1的機位 會變成2分之1 對不對 因為它是反正加正板 所以如果說p ofs2等於1的機會 其實代表出現一次正面的機率 那是2分之1 那p ofs2等於2的機率是4分之1 好 再看一個範例 如果我們投兩個範質 那整個世界的空間會是有36個元素 所以不成為6乘6 OK 6乘6 但是這個6乘6裡面 其實有很多種排列組合 而且有些排列組合 就是有些值是不會出現的 就是說兩個範質加起來1頂會不會出現 兩個範質加起來至少是2頂 沒有通過兩個範質 你給它堵網把它疊在一起 假設不算這種東西 那兩個範質一定是 怎麼講就是你分開 而且計算點數 沒有這種堵網疊在一起 好 那這種情形的時候 然後我們整個世界的空間是36個元素 6乘6 那這裡就可以定義很多的隨機變數 所以說我們定義隨機變數s 我說它是兩個範質的點數和測試 一種隨機變數 一個隨機變數 對 我可以定義隨機變數y 它是兩個範質的點數x 可以啊 那有另外一種隨機變數 對 所以x和y不一樣 雖然它的樣本會變一樣 但它的排數定義方法不一樣 所以隨機變數就不一樣 OK 好 那隨機變數s會有幾種可能 會幾種可能認識 答案是11 各位一定會覺得 欸 為什麼少一個 可是6加6應該得了 因為沒有一點 對不對 沒有一點 因為兩個範質是少2點 2點一直到12點 所以總共只有11種可能 好 那所以隨機變數s 有11種可能的乘數 隨機變數y呢 就是可能有6個 6個 對 為什麼 因為y是兩個點數x 如果兩個範質相等的話 那x就是0 如果 如果 y是6 x 就是 第一個範質是6 第二個範質是1 那 這個x是最大的 所以它最多只有 0 1 2 3 4 5 因為y的定義是 還解釋 OK 好 這樣結束 好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可以 引入一個 為什麼要這樣定義隨機變數 為什麼要把它定義成一個函數 而且要印刷到十數走 通緣是印刷到十數走 這裡的概念就是 印刷到十數走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數值 根據這個數值 我們就可以算這個平均數 否則正面和反面加起來 我們就算什麼東西 正面加反面 連圓 不是固定 不能相加 對 那 滑歸的正面反面 或者是 換上50個同學 名字加起來平均幾乎 很像 很亂 對 所以 要算平均值這些東西 一定 可以要是一個十數 可以算 所以 才會這樣定義隨便 它是個函數 把一樣的空間東西 印刷到 一個十數上面 好 這樣結束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那 看幾個例子 多看幾個例子 各位就會比較了解 像 我們定義寡規的隨機變數 其實寡規 聽說中文應該叫直 交 這個 不知道在概念交 或者不知道 要查字典 那 但是呢 還是 沒有人這樣念 有男語 就寡規 寡規 寡規呢 它的隨機變數 五規 如果我們把它印刷到 一 什麼叫五規 各位知道 一剩一百才叫五規 啊 啊 兩個正是什麼 兩個朝上的 兩個蓋住的 兩個朝上的好像是秋規 對不對 兩個蓋住的就是靠規 秋規和靠規都是無規 秋規跟靠規都是無規 啊 只有那個 一正一百才叫五規 啊 所以他們在那個廟裡面寡規 就是這樣 你要寡到一正一百 這代表生命同義 OK 好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定義一個隨機變數 它是 寡規把它印刷到一 寡規印刷到一 寡規 這樣子它的樣本空間就一樣 是正正正反反正反反 但是呢 什麼東西叫寡規呢 它的事件 寡規的事件其實是正反反正這個集合 這是寡規的事件 所以我們定義的這個寡規事件呢 就是把寡規印刷到一 正反反正都印刷到一 寡規印刷到一 寡規印刷到零 反正正反反反都印刷到零 這樣 那如果現在我知道寡規的正面和反面的機率 寡規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像銅板一樣的 因為它反面就不一樣 那如果你拿你的鞋子出來寡規 連正面和反面的機率 你覺得這是多少 不知道 因為鞋子的形狀長得很奇怪 根據物理學 我們其實算不出來 那到底應該幾率是多少 所以呢 我們 當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機率寡規 為什麼 如果你很閒 如果你今天真的很閒 你真的閒到發發你沒有事幹 你可以做一件什麼事呢 你想說 我今天人生沒什麼意義 我想要來研究一下 我的鞋子真面和反面的機率 那各位覺得你 你會怎麼做 你跟我你會怎麼做 你有一種方法 你是根據物理學的力學來推斷 對不對 然後看他鞋子丟到空中之後 甩幾圈之後 那個動力會是怎麼樣 然後掉下來之後 應該會 會呈現哪一面的機率 但是這個實在是太難了 就我有限的腦袋 我怎麼就算不出來 那 沒辦法 我們物理學不好 但是我們機率能力可以的話 我們沒怎麼做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我把鞋子直接脫下來 然後拿來公眾丟 好 拿來丟 好 第一是 側面 所以這個到底算是 算是 你要先定義的樣本空間 對不對 左面和右面算不算是 算是同面 好 那我可以定義一個隨機變數 對不對 把它印證好 反正只要不是 不是立的 鞋子只要不是正面在立 我就認為它不是正面 不是反面 好 這樣子鞋子的樣本 後面就只會講 兩面 好 那當然它有可能是 三面啊 看你怎麼定義 四面啊 鞋子本來就不會的 好 那你如果今天想知道你鞋子 正面和反面的機率 你怎麼做咧 第一個辦法是 我很有嫌 我直接把鞋子脫下來 投一萬次 然後看看它到底有幾次正面 幾次反面 然後如果今天我發現說 OK 我這樣投完之後 我發現 有 一萬次裡面有六千次正面 有四千次反面 那我大致就可以猜測 或許這個鞋子正面的機率就是 裡面 裡面就是裡面 但是這樣猜測是根據什麼 這是後面我們 頭記才要講 這個叫負偏負地詞 負偏負地詞 負偏負地詞 那OK 現在我們先看這一個例子 負偏負地詞 其實它的樣本中間 是四個 真正正反反反反 那我們的隨機變數定義 其實是 負偏十一 隨正反之一 AWAY自零 隨正正之零 三反之十 取這個意思的目的是 讓各位了解 隨機變數的定義 其實不一定,就只有正面的個性,或反面的個性 其實可以講,不龜,不龜也是一個全球眼圈 如果這兩個龜是獨立的 什麼時候兩個龜會不獨立? 各位如果進賭場,有人出老千 有人出老千的時候,它那個閃子是遙控的 遙控閃子,你如果做專輯,你不可以做的 你會想到要做遙控閃子 當然不要拿去獨唱這個用 或者你會被海可以提出來,甚至直接被做掉 你做遙控閃子,你可以灌籤 而且那個籤呢,你可以去遙控它籤的位置 或之類的,影像之類的 然後呢,你兩顆閃子還會互通訊息 你的意思就是,當這一顆 骰了6點的時候,另外一顆會自動補償 或平衡 那這樣它就有點串通的味道 這種串通的味道,它就不會是獨立 但是如果骰子是正常的,它不可能串通 不可能串通,它就相互之間應該是獨立 所以獨立的概念其實就是,我這顆骰了跟你那顆沒關係 你那顆怎麼骰,不會影響我這顆,這就是獨立 那你這顆如果你骰了會影響我這顆,那就不是獨立 好,雖然我們上禮拜看過獨立的定義還有一個方式 但是,實覺上的概念其實是真的 你這顆骰的不影響另外一個 你這件事情發生不影響另外一個 那有些人會覺得,今天我早上起床有沒有穿鞋子 這件事情,會不會影響到我出門之後,頭會不會撞到牆壁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有點影響,對不對 因為你穿了鞋子之後,撞到了有點空分 所以你頭比較容易撞到牆壁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相關的 不是獨立 但是呢,如果我今天呢 是 我今天早上 出門之後 我有沒有到達學校 跟另外一個同學有沒有到達學校 這兩件事情 或許就是獨立 如果你們兩個完全沒有挑戰 你們也不會心間感應 之類的 那應該就是獨立 所以但是,萬事萬物有時候 我們把它硬要連在一起都可以 各位有沒有聽過一個故事 在西洋的童謠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 英文我記不得 但是它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有一個 有一個 馬不是有馬蹄嗎 馬蹄上面不是 站馬不是要加馬蹄嗎 OK 那 一個馬蹄也沒做好 馬蹄也沒做好 上個站馬 馬蹄也沒做好 馬蹄也沒做好 定到馬很上馬 馬就受傷了 對 三個站馬 摔了將軍 將軍因為騎上那隻馬 那是關羽的赤鹿馬 對 關羽騎上這個赤鹿馬 結果他的赤鹿馬受傷 那天跑得比較慢 關羽就摔死了 摔了將軍 摔了將軍 輸了三分 摔了將軍當然 這個將軍如果很強 那戰軍可能 因為這個將軍摔了 就輸了 輸了戰軍 王的國家 所以最後這個國家滅亡 是為了什麼呢 因為那個馬蹄也要定好 定質不一樣 好當然這是有可能的 這就是一連串的相關事件 但是這個相關事件會膨脹 這膨脹的很重 那這個是西洋的一個童謠 很滿有趣 相關事件 很多事情都會這樣子相關 但是如果你今天 以剛剛的例子說 歐勒一個馬蹄姐妹櫻桃 會出會黃的一個國家 一開始一定會覺得不可能 但是如果以這種角度而言 那什麼事情幾乎都是相關的 那什麼事情幾乎都是相關的 OK 譬如說 我們學校 學生到校的機率 其實它最後相關於 我們學校是不是還分差 如果我們學校不存在 那大家都來不了 這很多東西都最後其實都是有相關的 但是在理論上 我們會去 會去說 OK 假設 這兩件事情 獨立的話 但是真正獨立的事情 是很少的 有沒有聽過蝴蝶效應 蝴蝶效應是什麼意思 有一隻蝴蝶拍的翅膀 這造成什麼卸下來 造成 他說那個 加州會刮台風陣 這叫蝴蝶效應 那這個蝴蝶效應 在那個諸羅紀公園 裡面就贏了 他說 這個蝴蝶如果他今天 這隻小蝴蝶 小蝴蝶沒有拍這種翅膀的話 那可能下個月加州 就不會刮台風陣 但是因為今天 多了測試蝴蝶在拍子 下個月加州就刮台風陣 所以如果以這種角度來看 萬事萬物都是牽動在一起 但是 以機率的角度來看 我們很多時候必須要 必須要 某些東西 任務它是合理的 好 OK 所以如果這兩個 法規是獨立的 那 正正 正版 反正版版 0.4乘0.6乘0.6乘0.6 請注意這4個加起來一定是一 好 但是這不是一個 法規則 還是這不是一個正版面一樣的 所以它最後算出來的機率是不一樣的 好 好 接下來 這一題會比較奇怪一點 但是它很重要 為什麼呢 假如我們從身上抽一滴血液 那你身上的白雪球 假設我們給它編號 你現在身上總共有N個白雪球 N個白雪球 我從你身上抽一滴血 這一滴血佔你血液總量的千分之一 好 那請問 我 抽出一滴血裡面 有三顆白雪球的幾率是多少 這裡保證大家不會算 因為 太難 但你能不能把它寫成數學 我已經知道有N個白雪球 而且我知道抽的千分之一 那 有三顆白雪球的幾率是多少 首先我要先定義一個隨機變數 對不對 這個隨機變數是 你身上抽出一滴血 這滴血裡面白雪球的幾率 我定義 好 這個隨機變數就是 抽出一滴血裡面白雪球的幾率 好 所以S of A是什麼 就是A的確定 這個A就是 整個樣本空間是什麼 樣本空間就是你身上的所有白雪球 對啊 從一號邊到N號 好 好 那 這個所有白雪球 一號邊到N號 如果今天抽出了 W1 W5 W9 那 這樣子就代表抽出了三顆白雪球 那 它被這個隨機變數 S 印射之後 就會是三個 因為這個幾乎大小是三個 也就是說 三顆白雪球 好 那 所以我們這個隨機變數 印射之後 就是它的幾乎大小 好 絕對詞 A就代表A集合的大小 好 就是它的元素更多 好 所以A如果是這個 W1 W3 W5 W9 那A就是3 如果B是W2 W8 那B的絕對詞就是2 C是攻擊而 C的絕對詞就是0 如果第一次要冷空間 那B的絕對詞就是0 很 很 要冷空間 2 就是絕對詞 好 接下來呢 這題 所以現在可能 沒辦法 容易的看懂 稍微看一下 我現在 要計算B S等於3的記憶 S就是剛剛那個白雪球 的數量 好 是白雪球數量的這個成績變數 如果白雪球數量是3個 請問他 我抽出 抽一滴血白雪球數量是3個的幾率是不少 那我必須要計算嗎 那我要描述 所以呢 白雪球數量 那 白雪球數量3個的幾率應該是 如果有2個白雪球 那個 W1 W2 W3被我抽到 這是第一種情形 W1 W2 W4被我抽到 第二種情形 所以 所有3個的白雪球數量 所有3個的白雪球數量 通通都算進來 對 這個是 S等於3的幾率 好 是千人之一 我 反對 如果你 今天的白雪球 在你全身的分布是均勻的 那 應該是OK 如果你今天正在發病 或 你正在出血 各位何人 說不行 如果你正在出血的時候 你在出血點 抽樣白雪球 分在其他點 抽樣白雪球 你覺得哪一個點會比較好 出血點覺得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白雪球是說明義 一旦有外來的中心入侵 所有的白雪球 會往一邊抽 所以可能沒有這種 有很多人沒有這種 過這種感覺 不會有 就是這次過去 第一次出血的時候 你就 哇 這感覺真的是 到底怎麼回事 我的身體裡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完全 沒有辦法了解 但是你就知道說 你的身體裡面 正在馬上 正在馬上 然後 演唱革命 然後所有的軍隊 通通都往那個出血點衝 好 OK 那 那 我覺得 我覺得 你後來想起來 就覺得 哇 這個身體的機質真的很奇妙 當你 被出血的時候 竟然會發生 怎樣的事情 那 那 那時候 抽樣子 但是平時的時候 我們可以講說 OK 他跟血液量 你抽的血液量 好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抽血 一頭血 血液量 占總 總血量的千分之一 那 這顆白血球 被抽到的機會 任何一顆白血球 被抽到的機會 就是千分之一 我們這裡寫給顆 好像是說 是一顆白血球 被抽到的機會 是千分之一 好 那 這些白血球 如果沒有滋味 也不會聚合在一起 好像抽血 書學的時候 就會聚合在一起 那 不會聚合在一起 互相之間就獨立 所以每一顆 都會抽到的機會 就千分之一 那所以 Diope W1 就是千分之一 就是千分之一 對 好 那所以 蘇負的想法就是 Diope W1 W3 就是千分之一 乘千分之一 感覺很難 但是這個想法 會有一點問題 為什麼 因為 Diope W1 W3 W2 到W2 做到W1 W2 也沒做到 Puis到W1 W3 翻版 W1 W2 8代表 沒有做到 書 網& sprink她 戴 西芯 N 這樣的話 應該不是ột ü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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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않아 根本減二次,任何一個區域 正面,應該不是正面 就是那個有錯到跟沒錯到的區域 應該是這樣算的 VL的X等於3應該是 應該是 W1,W2,W3,W1,W2,W4 所以全部加起來,全部加起來 是有分取三個 乘以千分之一的三次方 再乘以千分之九九九的分取三次方 所以 有S等K的機率算法 應該是 千分之一的K次方 乘以千分之九九九的分取三次方 乘以C N G 這樣 就可以用二項 四個方式來算命 所以 這個螢幕的機率分佈其實是一個二項分佈 二項分佈 怎麼寫 CN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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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大的時候 這個二相分布就會變成負瓦松分布 這個負瓦松分布 會比二相分布算起來簡單 因為它只要有一個浪檔 這個浪檔是指說 在單位、時間、面積或體積內 某一個東西出現的平均次數也要達成 那這樣它就可以用浪檔黑脂肪 等於一的負瘦檔可以建立負瓦松分布 好,那這部分是有關於隨機變數 我們剛剛才把從隨機變數的定義開始 然後直到調數、畫規、排水球的例子 每一個隨機變數定義都不一樣 我們要把你的隨機變數講清楚 才可以帥 這講迷路變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們沒有浪檔數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帥 就沒有什麼模型被帥 有的模型有什麼好處? 有的模型是如果 你就可以做數學規論 你的規論如果合理 應該跟現實世界會是一次 如果你的規論不合理 那跟現實世界應該會不會一次 你的數學是用來描述 描述世界的一個方法 但是那是在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你其他各種非常奇怪的因素 但你不考慮 那當我們這樣定義隨機變數之後 有幾種可能的隨機變數 一種叫做離散 一種叫做連續 所以剛剛的例子 其實大部分都是離散 你叫離散的呢 譬如說 同版正版面的次數 那一定只有0.1.2.3.4這樣 你不可能給我0.5 0.3 不會出現 那這種只有離散點的數值 這種情況就成為離散的幾點 那如果 S印射到的東西 它是一個連續的區間 那這個就成為連續的整體變數 舉個例子 詞詞詞和丟通版面 它都是離散 但是呢 常態分布和均等分布 它都是連續的 好 這個常態分布和均等分布 我們之前看過 我們用R的例子做過 好 多一點忘記 我再多一點 多一點看 好 好 D D Norm 就是 3.5.2 你會得到一個數值 這個數值代表什麼意思呢 D Norm D是 density 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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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す OK,這個畫的範圍有問題 從0到1看不太出來的整個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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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這種的路就是連續每一點都有 但是請問它每一點的機率 什麼可能說 每一點的機率 如果你在看你會發現說 以這個3這一點的機率 它這邊已經告訴我們是0.1209854 也就是0.609854 稍微講一下12分 這一點的只有12分嗎 我本身那一點的值 為什麼 這一點的機率值 因為它的寬度是0.0 順度是0.0 順度是0.0 一個點是在數學的定義上面 是比較大小的 寬度 對不對 所以 不管它高度是多少 寬度只要是0 等起來都是0 所以這種連續的東西 以任何單一點來看 其實它的機率都是0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說它有機率密度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說它有機率密度 是0.0 沒有再單這一點來看 因為當我把這一點 如果我讓它的寬度變成低的時候 那它得到的機率是0.2 對不對 所以當這個機率有多少 你在延續的時候你就 我問你在那一點的機率的話 其實是不對的 那一點的機率密度函數 是不是多少 平常說那一點的機率就是怎樣 很錯 好 好 好 OK 所以機率密度函數的定義 好 在零站的情況之下 E of S 等 S 這個其實是 是什麼呢 是E of 某一個集合 但是這個集合被S這個成績變數 就是呢 映射到S這個值三 小S的值三 那我們 我們把這些 映射到同一點值的 這個東西呢 收集起來變成一個集合 算這個集合的機率 OK 這才是這個 機率密度函數的定義 所以還是圍射到 藥門後接著 子集合 也就是一個 事件的集合 只是這個事件變成什麼 可以映射到S這個點子的集合 可以映射到的 所以 這樣子 數學上的定義 可以清楚 健康 那建議各位 要開始看 或者你一定 會慢慢的 不知道我到底在講什麼 好 那所以我說 B of S 等於二 其實代表 B of S 屬於 S 小S屬於大S 大S是怎麼樣的 在樣本中間裡面的 會變成某個子集合 OK 某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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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元素呢 會被映射到二 所有這種元素 所形成的集合 它的機率 假裝 還是B of S 等於一 好 這樣看起來全怪怪 對不對 好 再來看 嗯 看幾個例子 就比較明顯 在投資銅板的機率 過程當中 廟伍中間是正案板 OK 那 隨意變成S 就來自認銅板的正面數量 也就是說 S of S 會形 其實S of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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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S 那 機率、密度、函數 機率、密度、函數 這是離散的情況 離散的機率、密度、函數 接下來看連續的 先繼續看離散 離散的機率、密度、函數 我們今天有兩個同法 那我們 X是用來計算正面的數量 那正正就是 正反的 反反正就是 反反的確定 那這樣6個S等2 其實它是 0.25 這個離散 6個 S等1 其實它是正反反正 所以是0.25 6個S等0 是反反 0.25 好,以這個離子我們來說一個題目 接下來 請問三個同法 我們請問 1 1 2 3 3 2 2 3 2 2 2